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这个单元我们要跟您谈谈 关于生前信托的问题 那么当然很多人觉得说 这么不吉利的事情 大家不想去想 但是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把一些后事安排好 将来对你的小孩可以更安心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请到梁万里以及消费利律师 来跟我们谈谈 继续跟我们聊聊 关于生前信托的问题 那我们之前有讲到 买生前信托就好像你有车子 然后你要买保险一样的问题 这样子才能更安心 这其实是一种更好的保障 那我们来讲讲 如果说今天很不幸的 父母亲同时都走了 那这个小孩子对于 监护权 对 监护权的时候 是不是对于他的生前信托 更重要了呢 对 我们可以分成呢 小孩子18岁之前 设立信托的话 我们是可以保障小孩子 万一父母双亡 那因为在信托 你可以指定小孩的监护权 所谓指定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假设 他没有生前信托 没有遗嘱这方面的定例 那这个小孩子 他的监护权 是不是就由法律来判定了 对 这个呢 在四年前 在Elvain 真的发生一个例子 父母亲呢 去Newport Coast 就坐在那边 真的给海浪卷走了 很不幸 对 很不幸 家里有未成年的子女 他没有信托 那监护权 是属于阿姨 还是属于姑姑 所以就要去争了 争起码要四个月的时间 那这时候 小孩住哪里 对 住在 Foster Home 对 这个是我们华人 不能想象的 说我是她阿姨 应该住我家 姑姑就说 我是她姑姑 我是南方的 应该住我家 对 她跟我信 或者什么的 就是这方面 可是法院 她需要时间来判定说 谁有监护权 谁有监护权 然后你的环境 怎么样对这个小孩子 哪边是最适合 就变成说 就是就有一个中间 一个过渡期 反而让事情更复杂 更复杂了 是 所以如果有生前信托 就可以避免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是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大家都想说 我有生命保障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生命保障公司 如果你子女是18岁以下 她不会放钱 她等待你18岁以前才放钱 等于说她18岁以后 她才可以使用那些钱 对 但是如果你有信托 你就算子女18岁以下 马上可以先领钱 这个真的不晓得 所以生前信托 对这方面 这个小孩子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大的保护 就像我们说 有小孩 社信托是父母的责任 没错 那18岁以上的呢 哇 那个更重要呢 这个这时候呢 小孩呢 成家立业 成家就是要娶老婆 那当然在我们华人里面 这是一个父母最大的心愿 想说 好不容易小孩子成家了 这个应该就是可以独立了 我把房子过季给他 我就可以安心了 但是呢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天有不测风雨 是是 有太多太多的婆媳之间的问题 反而会引起更大的纠纷 因为家就是 社交产品共同财产 如果离婚呢 大家 都对分嘛 对分一人一半 对 所以大家不想把自己的房子 给别人一半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 你想要保护你自己的财产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 你这些就是要给你的儿子了 那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不想管 那就无所谓你就直接过激 但如果说你觉得说 我需要把这个财产保留在这个家族的话 生前信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一个很必要的选择 是唯一的选择 是唯一的选择 对 好那我再请问一下 这个生前信托 因为这个其实定定起来 我相信要跟律师要做很周向的 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案子不同嘛 那你的财产的这个规划也不同 你的未成年或是已成年 所以状况都不同 所以定定之后 是不是就这样子 还是说需要更新呢 我们的做法不需要更新 如果你多买一栋房子 多开几个办公室 也不需要更新 唯一的更新就是 你改那个受益人 受益人 或是改那个管理人 如果你小孩子已经是成年了 你可以授权他们做管理人 而且还是受益人 所以一个成年的 根本不需要更新 那假设像我们之前有听过 这个王永庆 他这个过世之后 有发生了很多这种家族的纠纷 他甚至有出现这种 有这个二房三房的问题 那是不是生前 如果事前有设立生前信托 如果之后有发生一些这种 可能外来的所谓的小三啦 或者怎么样来挑战你这个权威 那对于这个家族的保障 生前信托有没有提供呢 当然有非常一定要 像梁律师我们夫妻对不对 梁律师越来越发达了 我就赶快设信托 万一有小三跑出来 二房三房 像王永庆这样子 他什么事都做得好 就是信托没设好 搞得家族纠纷 到现在死了三四年 资产公开都还没有定案 对 所以呢大家不要做王永庆 然后要赶快把这个信托 是一个家族保险箱 然后你有控制权 你可以随时拿回来 是 是 好 谢谢 谢谢梁律师跟萧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么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于这个生前信托的 这个必要性 考虑一下您的家族 需不需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